歡迎收看 東巧開箱去 我是包伯 我是偉恩 大家我知道日本的天災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也推出很多防災的食品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四款防災食物 首先第一款呢 我們要介紹牛丼 它的保存期限大概是三年左右吧 白飯 牛丼 發熱劑 發熱的容易 覺得發熱劑要發熱容易 應該就是會有起化學反應 那它整個袋子發熱的 然後還有一個湯匙 它還可以讓你擦手的 擦手機 好 另外還有這個袋子 它上面是寫加熱帶 對 所以它應該是可以耐高溫的袋子 對 然後放進去加熱就可以了 首先呢 先把這個發熱劑打開 舉出來之後呢 把這個 發熱的袋子 發熱袋打開 然後把這個發熱劑放在最下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飯 放在這裡面 流動 這些跟著 放在裡面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 裡面裝了 牛丼 飯 還有發熱劑的發熱帶 放進這個原始的包裝盒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 發熱容易倒進去 倒進去應該就會有一些作用 對 會發熱 來幫我拆一下 感覺蠻有趣的 好像在做化學實驗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浸袋20分鐘就可以吃了 喔 喔 那記得它這個是夾鏈帶 所以把那個夾鏈放起來 已經可以聽到那個 噗噗噗噗噗噗的聲音 對對對 有點想把這個偷偷拿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應該可以直接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 把它轉轉側面 哇 整個現在裡面在大爆發 對啊 瘋狂加熱中 好 然後呢 袋子上面是不是寫 現在要等20分鐘 對 那我們就來開飯啦 呃好燙燙燙 喔 好燙燙燙 剛剛在靜製的期間 嗯 他不停瘋狂在加熱 看 喔這超 超燙 超燙 我喝這個拿好了 這一袋就是 扭凍 喔 白飯看起來很厲害喔 平平剃透的一個 白飯啦 超級厲害 看後背筆擠得一下好吃 上面這包很像以前那個 滿漢大餐 滿漢大餐 泡麵那包 那包是全部的精華 最厲害的地方 那才是防災的王者 超香的 真的喔 好 那給它倒下去囉 喔 整個還在冒煙 湯汁爆發 肉爆發一波 哇 哇哇哇哇 開動了開動 這是我們史上最特別的 就是防災食品的試吃評分 它整個牛肉看起來還不錯耶 而且我覺得它很貼心 有加蒟蒻 真的 記住史上最被燙到的一顆 超燙的 所以 這蠻好吃的 我真的超大口的 欸我跟你們講 這個 雖然是防災的飯 然後它號稱可以放三年 對 可以放三年以上 但我必須說 它的醬汁跟肉 還有這個飯啊 不馬虎 我跟你講真的 嗯 以防災食品來說 我覺得可以給它滿分 嗯 下一樣我們要介紹的東西 是這個 雞南蠻咖哩的烏龍麵 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就是很像那種 平常的罐頭 有沒有 好 這個的話也是大概可以 存放三年以上 裡面有兩個 類似醬包的東西 應該一個是濕的 一個是桿的 好 另外這裡面可以看到就是 它有當然就是我們的 主角烏龍麵啦 好可愛喔 然後裡面有 兩塊 可愛小小的烏龍麵 這樣 然後我們這個步驟 其實非常的簡單 先把熱水 全部倒進去之後 像泡泡麵一樣 把這兩個 丟進去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 蓋子蓋起來 好十分鐘就可以囉 然後包裝上是寫說 你大概目測 415毫升 接下來加入兩個醬包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好 蓋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等十分鐘 好啦 試試看這個 包裝很漂亮的烏龍麵 感覺這個麵的手感 不是特別好 就是那種沒有Q彈的感覺 有樣子 來 握著 喔 不燙喔 不燙 太好了 那我連同這個雞肉試試看 我先講一下我個人的感想 我個人的感想就是呢 第一個它的湯還算不錯 就是 有點跟那種泡麵的感覺一樣 就是還算 新鮮 然後不會太死鹹 但是呢 我必須要講 它的那個麵 跟 如果你期待 它是跟你就是 吃到手工線 打烏龍麵的話 你會失望 感覺有點像是泡麵 就是硬加水 然後做成烏龍麵的條狀型 對對對 回到剛剛那個setting 就是 現在天很暗 很冷 我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這樣吃一碗這個 嗯 對 好不好 應該還是有個 3.4 3.8分 嗯 防災3.4 對不對 我們現在介紹的這個是可以放 六年的麻糬 好啦 裡面有筷子一雙 然後抹茶粉 跟紅豆粉 還有 乾燥的 麻糬 四個 超乾燥超贏的 對啊 硬跳爆 讚讚 當然 不要忘了 準備水 給它加下去 加到它上面有一條線 對 加到線紙的地方就可以 然後用一般的就是冷水就可以 嗯 好 差不多了 封起來然後過十秒之後 你就可以把麻糬直接取出來 對其實它已經馬上變軟了 對啊 有沒有看到 這個麻糬 噴噴噴噴的 而且啊 我們剛剛錯估了 它裡面其實有八塊 對 非常好給了八塊 接下來呢 把這包是抹茶的粉 給它倒進去 感覺超甜 不過你不覺得有一件事蠻妙 就是 就是明明都已經有天災 大家還有賢情抑制 吃麻糬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天災發生的時候 要有一顆健康就行 所以這樣子有點情緒也是不錯的 對對對 而且我們今天介紹很多 就是你可以就是 吃牛丼啊 吃那個 咖哩烏龍麵 然後吃完 最後要吃什麼 最後吃什麼 吃這個啦 吃麻糬 麻糬好不好 就算天災 大家還是要 保持平常心 然後吃完鹹的要吃甜點 好不好 好 哇 你看這個麻糬 超Q的 喔 喔 市面有一般那種 麻糬那種就是非常非常Q的口感 但我覺得呢 以一個十秒鐘可以做出來的 麻糬我覺得是 還蠻厲害的 接下來的這個是剛剛講到的 防災的梅子口味的料理過的飯 它裡面有附一個小湯匙 非常的方便 再來呢 打開來給大家看 裡面其實就是 很多梅子口味的米 加熱水 OK 然後呢就把它封起來 它這個呢 用 你用熱水的話 加熱是三分鐘 然後如果 一般的冷水的話 是五分鐘 也就是說其實你 在災害的時候 即使 沒有電源 不能加熱水的情況之下 你用一般的冷水下去 只是要放久一點 所以不用擔心 剛剛我們也是靜置了大概也是 快十分鐘了吧 嗯 差不多 然後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泡完的樣子 基本上它其實就是 有點像 飯 但是又更軟一點 對啊 對啊 好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要幫囉 欸 紅地大 紅地大 那那個梅子的香味還蠻明顯的 對啊 好吃啊 如果跟這一集出現的牛丼比的話 訊責蠻多 但是因為價格 價格很親民 也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就是 便宜版的 防災 把肚子填飽 的飯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 四種防災食物的介紹 那就希望大家 不會有機會可以吃到啦 但是還是要有備無患喔 對 我是包伯 下次見 拜拜 你 沒有 如果你 你 怎麼會有 你 是